陳玉榮保證進入議會 一定青年 一定認真做事 陳玉榮是台中新科綠營議員 站在他旁邊是前台中市長張文英 張文英臉上堆滿笑容 上一屆陳玉榮落選四年後捲土重來 母女站在一起也象徵正二代 正式解報 最主要其實還是要感謝我的媽媽 北區市議員的選舉 媽媽給我的陪伴跟精神上面 給我最大的鼓勵 真的是我心裡面最踏實的力量 陳玉榮不惠言感謝媽媽一路支持 市長任期後張文英回歸牙醫本業 台中這屆正二代出來選的 有九個市議員交棒給十個子女 掉了三棒 有的落選也有人衝出高票 那未來四年大宏一定會努力的做 把兩天當成是一天來做 楊大宏是西屯區第一高票 爸爸楊正中任六屆議員 服務台中超過25年順利交棒 選舉激情也過後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回歸正常 市議員年輕化 除了副船子 太平區李立華 做了四屆議員超過17年資歷 這次也交棒給女兒黃家田 是有智慧 有想法的 他們想要選的是真正會做事 而且基層服務的人 跟著媽媽身邊學習16年後 我想我是應該是最無縫接軌的 那我們也是要全力一副使命必達 李立華在交棒前就常帶著女兒出席各活動 曝光度相當高 選前打出一人當選兩人服務 光是正二代還不夠 在地生根才能夠爭取到選民支持 TVBS新聞 陳淑賢 呂正成 徐祐祥 SNG小組 台中藏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